第一百四十四集 叶婉婉简直就像是扎进了羊群里的恶狼,没一会儿就买了一大圈吃食。 四叶汗的手上腕上都拎满了。 叶婉婉扭头,看着拎满了无数美食的冰山美人,瞬间觉得眼前的男人简直是金光灿灿,羞涩可灿。 太完美了,有没有。 见叶婉婉一直盯着自己不放,目光还如此的炙热,四叶汗开口。 怎么? 叶婉婉点起脚尖,在四叶汗的脸颊上亲了一下。 没什么,你好看哪,多看起来不行啊。 四叶汗的眸光顿时转身。 叶婉婉正在这边美人美食在怀,不亦乐乎,完全没注意到自己的身后跟着两个人。 此刻,梁婉君和叶绍婷正满脸惊疑不定地跟在叶婉婉的后面。 夫妻俩原本是来这边逛一逛吃点东西的,谁知道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,特别像是他们家婉婉。 叶绍婉面色狐疑,你看错了吧,刚才你打电话过来,婉婉还说特别忙呢,这么一会儿功夫,怎么会在这里逛街吃东西? 梁婉君的语气堵定。 就是婉婉没错,我怎么可能连自己的女儿都认错呢? 叶绍婉又朝着女孩身旁的男人看了一眼。 那他旁边的男人,有时怎么回事? 两人手拉着手,互动还那么亲密,明显是情侣呀。 婉婉的男朋友不是很普通吗? 婉婉还好几次说,长得特安全,这明显对不上号啊。 这个男人全身上下,哪里跟普通跟安全两个字粘上边了? 被这么一问,梁婉君也不确定了。 奇怪,那是怎么回事啊? 可是,那个女孩明明就是我们家婉婉啊。 叶婉婉怎么可能这会儿跟个长相这么帅的男人在一起逛街吃东西啊? 难道真的是她年纪大了? 看错了? 夫妻俩跟了一路,还是不能确定。 最后叶绍婷看向纠结的妻子,开口道。 你喊一下试试不就行了? 梁婉君想了想,等稍稍跟进了一些之后,试探着开口唤了一声。 婉婉? 前面,叶婉婉正在思考下一个吃什么呢,陡然听到身后传来了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,于是条件反射地转过了身去。 然后就看到,自家亲爹亲妈正双双地站在自己的身后。 下一秒,叶婉婉手里的臭豆腐呸唧一声掉在了地上,整个人都傻眼了。 婉婉,真的是你,你怎么…… 梁婉婉君看着女儿,又看着她身旁身形修长,气场强大,容貌俊逸非凡,异常夺目耀眼的男人,满脸的恶然。 叶绍婷也是一脸的惊讶。 婉婉,这位是…… 呃…… 叶婉婉的内心一阵天翻地覆的海啸,我去,我要不要这么倒霉啊? 她这边还没来得及跟四叶寒提见父母的事情呢,结果逛个街,居然直接撞到了她爸妈,就这么当场穿帮了? 靠,我要怎么收场啊…… 她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松手,结果手指却陡然被四叶寒钻得更紧了。 叶婉婉进退两难地站在那里,简直都要哭了。 爸,妈,拜托你们俩,别用一副你们家女儿出轨张小白脸的表情看着我好吗? 其实,她就是你们那个普通又安全的未来女婿啊呗。 片刻后,四人在街旁的一家餐厅里坐了下来,夜晚晚埋着头一阵蒙稀果汁,简直恨不得把自己给泡进去。 坐在她身旁的四叶寒,则是面上没有任何表情,脊背挺直地坐在那里。 至于对面的亲爹亲妈,不停地朝着四叶寒的方向打亮着,表情极其丰富。 这四人组合,真是怎么看怎么诡异,吸引了餐厅不少目光。 当然,大部分都是女孩子窃窃私语地盯着四叶寒看。 一阵尴尬的沉默后,最后还是两晚均忍不住醉先开口。 婉婉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? 这个男人是谁?为什么你会跟他在一起呢? 夜晚晚斟酌着措辞。 妈,我…… 婉婉,妈妈知道你之前受了不少苦,但是有些事情咱们不可以做。 你不能变得跟那些伤害你的人一样。 梁婉君显然误以为夜晚晚是受了刺激,故意报复社会了,所以才做出了背叛男朋友的事情。 毕竟前一刻打电话的时候,他还在说跟男朋友感情很好,没有任何问题,可转头就跟别的男人在一起。 梁婉君自然会误会。 夜少廷的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,看向思叶寒的方向,沉声开口。 你知道他已经有男朋友了吗? 知道。 夜少廷一听,火气顿时就起来了。 你知道还跟他在一起? 梁婉君也是满脸的不可思议。 你们这是…… 婉婉,你男朋友对你这么好,你怎么可以这么做? 夜晚晚实在听不下去了。 唉,等等,等等,爸,妈,你们冷静一点,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,我没出轨。 没办法,夜晚晚先生咬牙,然后一把搂住了身旁的思叶寒的手臂。 因为,那个,他就是我的男朋友。 思叶寒周围隐隐的冷夜,因为女孩这一搂,瞬间消散,毛子里似乎闪祸了一丝意外。 夜少廷和梁婉君闻言,顿时面面相去。 梁婉君满脸无法理解的表情。 你说什么? 他是你……男朋友? 夜少廷醋眉。 文文,你不要撒谎,跟我们说实话,之前你跟我们形容的你男朋友的样子,可不是这样子的。 我现在说的是实话,之前才是骗你们的,我说我男朋友很普通,长得还不好看, 只怕,怕你们看到他真实的样子之后,会不放心,就不让我们俩交往了嘛。 事到如今,夜晚晚也只能坦白了。 梁婉君和夜少廷闻言,再次错愕,怎么也没想到,竟然会是这样的。 对于女儿的解释,两人原本还有些疑虑,可是当他们再次抬头,看向男人的那张脸之后,顿时又觉得女儿这话可信度非常大。 因为这男人看起来真的是太不让人放心了,这副样貌确实太招风引蝶,看这身气度,身份怕是也不简单呢。 就方才这么一会儿的时间,餐厅里多少小姑娘都往她那方向看了。 夜晚晚一边跟父母解释,一边不停地给思夜寒使眼色。 都怪你,没事长得那么祸国殃民干嘛,还那么有钱干啥,赶紧想办法,刷刷好感度啊你。 接收到夜晚晚催促的眼神之后,思夜寒起身,表示暂时失陪一下,然后去了洗手间。 斟酌良久之后,男人点开手机,翻出了一个从未说过话的三人微信群。 思夜寒,如何获得好感? 与此同时,某酒吧,林圈原本正在无聊地看着手机,结果也不知道看到了什么。 一口威士忌静直地朝着对面的谢哲之喷去。 卧槽。 谢哲之一脸嫌弃地拍了拍身上金贵的礼服。 银儿,你怎么这么早? 林圈极厚厚的。 不是,我去,你快看群,快看群。 谢哲之神色慵懒。 什么群啊? 林圈在那嚎。 微信群,咱们跟九哥那个三人微信群呢,万年前水王炸尸了。 这家伙,自从有了女朋友,不是都已经把我们忘到了西伯利亚大草原了吗? 电话不回,短信不接,整个一人间正发呀。 最近连公司都不去了,这简直就是春宵苦短日高起,从此君王不早朝啊。 思夜寒,如何获得好感? 林圈,六个点,谢哲之也是六个点。 此刻,盯着那条谜一样神奇的信息,两人皆是一阵诡异的沉默。 林圈沉烟两脚。 啊? 你说,九哥是不是被大号了呀? 谢哲之挑眉? 哦,什么级别的黑客,能到他的号? 所以啊,这是真人。 如果是真人,以他那个见色忘义的性子怎么可能搭理我们呢? 所以啊,该不会是分手了吧? 哎呦,九哥终于要回归我们的单身狗三人组了吗? 单身狗三人组,谢哲之邪腻了他也。 别加上我。 哼,就算全国的女孩子都喜欢你又怎么样,你还不是一只单身狗? 林圈直接开嘲讽模式,把谢哲之拖下水,然后赶紧啪啪啪地打字发了过去。 林圈,九哥,你终于出现了九哥,刷什么好感度啊,谁的好感度啊,哥,你是不是最近感情出了什么问题啊,哥,快跟你小弟我说说。 林圈兴奋的八卦,不到三秒钟,那边就回复了。 四夜寒,晚晚的父母。 林圈兴奋,随即痛心疾首地哀嚎。 卧槽,九哥居然见父母去了,还以为他分手了呢,结果居然发展到了见父母了。 以咱们九哥的情商,这怎么可能啊,简直是不可选。 群里,四夜寒,艾特谢哲之。 四夜寒选择了无视林圈,并且艾特了谢哲之。 林圈顿是不满。 哎,魏毛丹艾特你啊,太偏心了吧。 谢哲之轻笑一声,用语音回复了一句。 老伴儿,你确定你需要说好感度? 林圈急忙附和着回了一句。 就是啊,九哥,你怎么长得这么帅,还这么有钱,还刷什么好感度啊。 对于这个问题,正靠在走廊边缘的四夜寒,选择了沉默。 就是太帅太有钱了,所以被嫌弃了,他要怎么说呀? 所以啊,九哥,相信我,以你的条件,就算光靠脸,好感度都满了,到时候见面的时候,能多帅就大般多帅。 不如,直接给十一拼您。 四夜寒无语。 片刻后,微信群显示了一条通知,您的好友四夜寒已退出此群。 哎,怎么退了呀? 我觉得我们出的主意挺好的呀。 片刻后,餐厅内,求助失败的四夜寒回来了。 夜晚晚狐疑地朝着他看了一眼,怎么去个洗手间这么久? 此刻,梁宛君和叶绍婷再三跟夜晚晚确认过,四夜寒就是他之前说的男朋友之后,已经稍稍冷静了下来。 于是,夜少廷斟酌了一下措辞,然后看向四夜寒,开口道。 四九先生,可不可以问你几个问题? 可以。 夜晚晚不放心地插了一句。 爸,妈,那个,你们有什么问题,问我就好了。 晚晚,你别说话。 夜少廷脸色严肃。 哦,夜晚晚只能乖乖地晋升,心里却在不停地打鼓。 依照一般的套路,他爸妈问的肯定是四夜寒的父母,工作之类的问题。 这些问题若是有技巧性地回答的话,应该不会崩吧。 果然,夜少廷开口询问。 不知道,四先生的父母都是做什么的。 我父亲已经去世。 这样,那,母亲呢? 目前下落不明。 夜少廷一愣。 什么? 梁婉君也追问起来。 下落不明是什么意思啊? 旁边的夜晚晚无语符额。 我让你坦白从宽,但没让你这么实诚啊。 四夜寒如实回答。 我即日起的时候,便离家了。 夜少廷和梁婉君对视一眼,随即梁婉君接着问。 那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? 贤妇家中。 夜晚晚一头栽在桌面上。 这恋爱没法谈了。 憋死了,妈失踪了,自己还失业。 哪个父母敢把女儿交到这种男人手里啊呗? 果然,她爸妈的脸都黑了。 夜少廷强撑着镇顶,继续问。 那你跟我们婉婉是怎么认识的? 直接抢来的。 这个问题,四夜寒要是一回答,那就全崩了。 夜晚晚赶紧抢在四夜寒之前开口。 爸,妈,那个,还是我来说吧,我男朋友他不善言辞。 我男朋友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,就因为感情不合离婚了。 这些年,他妈妈一直在国外,跟国内的亲人几乎都已经没有联系了。 所以他才不太清楚他目前的境况,那个,不过有通过朋友了解,他过得还不错。 至于他的父亲,是在一场交通事故里去世的。 夜晚晚三言两语,把四夜寒口中的豪门内斗给说成了普通的情形。 听到女儿的话,夜少婷和梁婉君的脸色才稍微的好了一点。 虽然对方的家庭情况他们并不满意,但如今他们家也好不到哪里去,所以不会太苛求。 何况这种事情也不是他一个小辈能决定的。 夜晚晚舌菜莲花,眼睛都不眨一下地继续开口。 他目前是嫌妇在家,是因为之前太忙了,没时间陪我,所以特意休假陪我的。 他工作单位的待遇也挺不错的,在私事集团任职。 听到夜晚晚这话,夜少婷的脸色也好了不少。 哦,私事倒是不错。 对吧对吧,他工作很稳定的,而且几乎没有被裁员的可能,肯定能养活我。 呵呵的,谁能裁员他呀? 至于我们的相识过程…… 夜晚晚深吸了一口气,继续解释。 是他先追我的。 那个一开始吧,我不喜欢他,跟他的关系也很糟糕,毕竟当时我一心都在顾月泽的身上。 希望挽回跟顾月泽之间的感情,做了很多傻事,甚至跟你们还有哥哥也闹翻了。 那段时间是我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,可他却一直默默地陪伴在我身边,不离不弃呢,对我呵护备质,任达任骂。 呵呵,我渐渐就被他感动了,才接受了他的感情。 四夜寒文言,朝着说的天花乱坠的夜晚晚看了一眼,表情很是…… 唉,难以形容。 夜晚晚瞪他? 看我干嘛,我说错了吗? 难道他不是在私事集团上班吗? 难道不是他先追的他吗? 追的他上天无路,下地无门? 难道不是他不离不弃吗? 他各种花样作死都没办法分手。 至于那个认打认骂,他之前闹得还少吗? 再撒泼再骂他打他,他也是一张冰山脸没有丝毫反应。 这不是认打认骂,那是什么? 要是按照他那个说法,他们俩早就叽叽了,好不好? 原来是这样。 听到这里,夜少廷和梁婉君的脸色明显已经缓和了下来, 看着四夜寒的表情也顺眼多了。 虽然父亲不在了,母亲在国外,但重在对女儿好,工作也稳定。 所以,爸妈,请不要因为她的长相而对她抱有什么偏见,她肯定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的。 再说了,你们的女儿长得也不安全好不好,怎么说,这也是扯平了嘛。 梁婉君一脸无奈,看向四夜寒。 你啊,晚晚之前的事情,想必你也知道一点。 这孩子受了不少苦,所以我们才特别担心,怕他又受打击。 希望他找个踏踏实实的,希望你不要介意。 不会。 梁婉君见他不善言辞,不过目光清澈,不像是个有花花肠子的人,倒是比那些油嘴滑舌的男人好多了,不油的多了几分好感。 叶绍婷沉声叮嘱道。 感情不是儿戏,虽然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,还是希望你们俩都能认真对待,互相扶持,好好的在一起。 四夜寒朝着身旁的女孩看了一眼,深沉的眸底如同一望无际的海水,静静地开口。 我会护她一世周全。 叶绾婉对上男人深沉的视线,不由地默然愣住,大概是没想到,以四夜寒的性子还会说出这种话来。 最后,叶绾婉和四夜寒陪着父母吃了一顿饭,气氛还算和谐,因为是第一次见面, 父母没有太过为难,询问太深,总算是勉强地应付了过去。 直到回到锦园,叶绾婉还是有些心有余悸,叶绾婉一边嘀嘀咕咕地扭头,宠四夜寒抱怨。 四夜寒一直沉默地跟在她的身后。 这一路上,她都没有说话,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 哪有你这么回答岳父岳母问题的,不知道的,还以为你根本就不喜欢我,想跟我分手呢。 算了,还好我的情伤够高,就算你是副术,我们也能中和。 叶绾婉一边扭头一边说话,结果一不小心脚下踩空,身子顿时往后仰了过去。 还好,四夜寒就在后面,稳稳地将她接在了怀里。 呃,没站稳。 叶绾婉吐了吐舌头,正要开口。 下一秒,头顶落下了一片阴影,四夜寒默然轻身,朝着她的唇吻了下来。